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20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速遞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发觉,香港真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 买楼买到要撤订,被追差价,破产,被逼移民 这些事情可能只有香港独有 一会儿分析一下其他地方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早几年,很多基金大举收购香港的写字楼 尤其是观塘那一堆 现在的市场又如何,基金要等待 只是叫价已经跌了三成 如果真是成交度,可能不止你的数 稍后会和大家看看豪宅的货车头 在营海星湾一个特色户 业主持佛六年,输了三间嘉湖山庄的三房 又到在薛看城,惠德峰又沽12B期 这次他选了90伙,预计星期六卖出来 上次都买得差了 今次大家过去买多少 一会儿跟大家讲一下详情 而今集剩下的时间 还会跟大家讲一些二手成家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今集的量 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订阅,请帮忙订阅 请赞楼及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忙看所有广告 多谢大家支持 长亿地产楼汪山有一句名言 叫做买有风险,不买有风险 他意思是什么呢? 他就认为当你买了一楼的时候 你要折衣缩食去供楼 那就比较辛苦 但你不买楼有什么风险呢? 楼购会不断上升 你又要付贵租 你又享受不到楼市的升幅大力 那又是风险吧 但我知道这几年信了汪山这两句话 而入市的业主 现在就输得贪贪腰了 有业主将汪山这两句话 就改了 叫做什么? 买就糟糕 不买就不用糟糕 为何这群业主要改了汪山的金句 其实大家都好见到 买楼买得像香港那样 就要撤订 又要被追差价 又要破产 或者走路移民 这些情况 只是香港独有 其他地方是否没有 我们看看其他地方是怎样的 我们先看看我们旗幻的大陆 大陆是怎样的? 大陆其实是很旗幻的 大陆是怎样的? 没有这些被追差价 没有这些东西的 大陆是怎样的? 大陆你起不到尘头 都要你背了它 大家知不知道 大陆没有被追差价? 因为大陆是没有差价 由你比首期那天开始 就算日后发展 香港难未 整层红都要你负责 你知不知道? 银行没有责任 法治商没有责任 政府没有责任 只得买家有责任 大陆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所以大陆是没有被追差价 这件事 放眼全世界 就算在香港 以一个难未楼 我想买家都是输了 订金或按金 那便算是 大陆不是 由你给了订金或按金 这一刻 层红就属于你 所以法治商 就算交不了楼 给你难未 你也是要背好 所以大陆的少鸟 每天都有 其实大陆的少鸟 因为香港和大陆 走得越近 未来香港的少鸟 又会不断增加 好了 看完我们这个 这么亲的大陆之后 我们找一个次亲 次亲是谁 当然英国 英国都做了 香港八个年 英国又怎样呢? 买新楼怎样 英国一样 就先给了订金 给了5% 接着过多90日 又再给了5% 好了 当你给了5% 或者10% 你不给 要怎样呢? 不给是杀订金 是吧? 发展商卖过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那有没有差价? 没有的 只杀了订金便算了 英国买新楼就是这样 所以又不会提出差价 要你破产 又要你走路 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了 到这个美帝 这个万岳的美帝 每天都想这宗说死 好了 美帝又怎样呢? 美帝跟英国的做法差不多 又是这样 以新楼来说 你又是杀了订金便算了 但美帝还有一样好东西 以二手来说 有turn key 什么叫turn key 就是你的锁匙交易银行 你就不用工 责任都不用 多正 所以在美帝身份是非常好的 就不会有负资产 高不起楼要破产 没有的 高不起楼就要靠一条锁匙给银行 银行自己失败而已 其他地方我不熟悉 例如加拿大和澳洲 我想跟英国和美国都大同小异 始终是一个五万联盟 我想制度差不多 是中国比较特别 南美都要你揹上身 香港又似乎差点 你始终南美都不用揹上身 但是买房买到要破产 破产 被追差一架 然后还要走路 哈哈哈 香港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以前的地产代理 或者现在的地产代理 跟你说了 香港的楼 越迟买就越贵 租楼等于帮人供楼 不如自己买楼吧 哈哈哈 好了 但现在的音乐已经停了 如果高位置货的那些 就注定 不是帮人供楼 而是注定 帮帮地产商打死一世工 早几年有很多基金 大举进军香港的写字楼市场 买了很多商 现在终于知道哪些东西 就要砍回去了 那现在怎样 就鸡飞狗走 根据第一泰平戴维斯表示 他说得业主委托出售 官堂海滨道135号 这个云基资本大楼的九楼 连四个车位 物业的建筑面积 有12000多尺 以交隔形式的出售 那业主是谁 就是他自己 云基资本 如果这个物业 扣除那四个车位 其实每一区很便宜 $7500 以前的官堂海景 已经卖了多少 卖了过万 12000多尺 现在大跌了 如果真的租出售 现在市值是$25 坦白说 怎能租到 这些标准市值是假的 我们按照计 用这个标准市值 25元租出售 这样就回报有4厘 如果这个九楼全层 他真的租得出 坦白说 他已经不用交鸡和你卖了 即是交鸡是租不出才卖给你 这个云基资本大厦九楼 原本是由第一集团持有的 在2018年透过公司转洋形式 卖进来 当时的成交价是$1.56亿 赤价$1万3 云基资本买进来 是自己自用的 在201年曾经做过一次转售 当时作价$1.35亿 赤价$1万1200 当时的账面已经贬值了13.5% 如果以现在的$7500再比较 就比较三年之前 $1万1200 再低了三成 比较在2018年$1万3,000多 就更加跌了42% 这个数据还未计 8.5%的离任费 因为当时还是一个辣椒 如果加上8.5% 其实就输了五成 即是投行输了一半 现在以首次重运比较 马鞍山盈海星温 有个花园连复式特色户 刚刚以$4100万 连两个车位估出 业主持货6年 竞涉$1,500万 $1,500万 足够 现在卖了三间嘉湖山庄三房 今次的成交是 马鞍山盈海星温地下 19座花园连复式户 上面是$3,100多尺 连1,000尺的花园 是一个四房四途的间隔 单位今年1月 以$4,700万 叫价放盘 刚刚以$4,100万 连两个车位估出 赤价只剩$1,300万 换言之 单位放盘 4个月 累减了$600万 才能卖到 据知 业主在2018年1月 以$5,603万 卖了单位和两个车位 现在持货6年 不要计算离任费 经济佣金 今次的转手 亏了$1,500多万 今次的转手 亏了$1,500多万 今次的单位期内 便变成了27% 我们看看 今次的嘉湖山庄 最近一宗三房成交 赤价是$7,950万 做价大约$50,800万 换言之 上述 营海星湾花园 连福色户的蝕福 已经足够 买三间嘉湖山庄 三房的单位 好了 我们看看大围拍户庄的二手成交 整体的膠头明显提升了 二手成交亦增加了 大围拍户庄 5月份 总共有四宗成交 而屋苑最新一宗成交 看看资料 这个业主在2020年 是以$1,530万 卖入这个单位 现在持货四年 今次的逆手 输了$82万 期内单位 贬值了5.4% 我们看看最新的 土地注册署的资料成交 拍户庄最新的 土地注册署资料成交 就是为3B 座低层B 室 面积是431尺 成交价是$895万 而实用的资料价 也有$2万 大家会不会很奇怪 其实现在的拍户庄 所成交都可以 借着$2万 来到一尺来成交 为什么新世界 还不沽出货尾? 因为建筑事故 有几百货 拿在手上 好了 原因是什么? 新世界究竟搞什么? 明天有一集 我会说一下 新世界为何不再购买 因为新世界四面错过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明天那集 新世界四面错过 又有新盘开售消息 就是日出康城的 帕斯神 匯德峰地产和港铁合作 将军欧日出康城 12B 期帕斯神 在19日又要加推3日架单 中共涉獲了90伙 折述平均尺价 加少许 15,122 元 今天入场费最低的是454万 是一个一房开放户间隔 今次的90个单位位于2A座 包括85伙标准户和5伙特色户 涵盖了一房至两房间隔 当中一房占了54伙 而两房开放式占了30伙 两房近储占了6伙 实用面积由283呎到496呎 折述的尺价由454万 到777万 其实之前购买得不好 现在还加了少许价 大家看看市场购买得如何 除了长江洪水桥项目 买得这么差 现在市民对这些一手销售 都有了戒心 所以我相信 汇德峰12B 旗帕季 买得不太好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听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